在真心的时候 对方就会被你感动 但是你不能怕 也不能说 反正讲了也没事 师父说讲了没事 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 因为你已经准备死了 你已经准备受苦了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对世间的种种 就必须要放下 这里来讲是苦的 但是又知道一定要怎么做 就像你要去出家 你要离开你的妈妈 你家里的小孩爱人 你会很苦的 你自己知道而已 就像你要去为国家牺牲当兵 就像刚才这些伟大的医生 护士 这些军警人员 然后他们要投入武汉的灾区 谁要去 但是他们心里是苦的 但是他们内心的意志是坚定的 这个叫修行 因为他知道他家人 会为他担心伤心 他可能一去就不回来 他以前护士 他去了就看不到他女儿了 所以我还看到一张相片 就是爸爸带着女儿去医院外面 然后妈妈这边帖个宝贝 妈妈会回去 当然小孩子担心妈妈 做先生担心太太 但是他们就应该还可以通电话 但是不能出来 至少在窗户那边戴着口罩 跟他家里打招呼 他说我认为这个就是修行 因为各位要愿意发菩提心 然后当我们想到碰到众生苦的时候 我们就要按照八大人绝经 这样去发愿去实践 愿待众生 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 必尽安乐 所以各位要多想这个 当你得到一个委屈 当你得到一个逆境的时候 然后你要享受自己的苦的话 你就苦上加苦 当你这个苦的时候 去比比他们的痛苦 甚至各位 当然我们想到这些 得到瘟疫的人的痛苦 或者死亡 他们当然很苦 但是各位再想一想 那些为我们人类喜欢吃 而被杀掉 淋练而死的动物苦不苦 苦的不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我们的苦算什么 被杀的动物太苦 但是被杀的痛物苦 那些恶鬼道 那些地狱道的苦 那又多了百千万一倍了 所以当你去想到这个苦的时候 你自己所谓的苦就不会了 当你没有去想到众生苦的时候 你就想要对方 对方问题 甚至想要去攻击对方 伤害对方 那这样我们就离开佛法了 所以我常喜欢念 来 那么不动如来 无称大悲 所以不动如来能够如此 所以他在他的国土没有魔 没有魔 因为魔都被不动佛的这种 无称 这无称一定要有人伤害你 你才又能够修无称 所以而且在被伤害的过程 者会生起一个悲心 承担对方的苦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不会跟你讲太多 不动佛心咒 什么功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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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肯快地念 然后讲到修无称大悲 就跑掉了 所以你要得到不动佛的 这种心咒的功德 那你也有这个因 你要得到皇财神发财的功德 那你至少要有布施的因缘 我们不能求果而忘了因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特色 那我想这些特色在于现在 假设我们现在 隔壁马街医院说 我们劝三个人跑进去 帮他们 各位戴口罩的先去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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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家念阿弥陀佛 那就知道 第一个这个有没有空性 第二个这个有没有悲心 但是一个真正有悲心的人 他不是因为他有小孩 他家里有烦子 先去再说 因为事情他听到了 他就必须要去 这个叫缘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种 修行的状态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一直问自己 当境界来的时候怎么办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修食供养 那我们修食供养的目的呢 不能说为了新年快乐 只是希望大家让他新年快乐 但是在这些苦难的 得肺炎的人 乃至在疫区的人 乃至在 本来这一次有几位信徒 他们除夕来 说机票订好了 除夕之前 然后早上又说 师父来不了了 现在进不了台湾了 那我给他说 无所谓啊 这个时候反正你在家里 就用着悲心 看着直播 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 因为进不来 是因为肺炎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来了 但是我们的悲心 不会因为空间而伤害到 所以你准备要布施的钱 可以在这个时候 多做一点 任何善业来回向 这个比较重要吧 所以当然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 悲心 然后为所有苦难的众生 当然苦难不是光 武汉肺炎 光在美国一个流感 就已经死了6800个人 流感 那就是因为对SARS 这个大家比较紧张而已 那无量无边的动物 无量无边的地狱到众生 恶鬼到 所以只要还没有脱离轮回的 然后他将来都要面对痛苦 不管他是天界 不管他是富贵的人 只是说在这一点 有智慧的人看得比较远吧 就算现在给他做天地 讲做几千万年的快乐 他说最后还要去轮回 他做天地也没意思 但是比较肤浅 没智慧的人 他可能 那我先享受现在的快乐 而忘了未来的痛苦 所以在这一点 那么身为一个佛教头 是一个智慧的 他会想得比较远 比较究竟的 包括你去上班 你去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想得很远 好 请大家翻到法会读书们 再来我们要念 不空魔力供养奏 念的时候就观想 因为大家我们发心 虔诚的供养 所以每一个佛像 圣像 法宝 每一个金凡都发光 而且什么颜色 就发出什么样的光 然后这个光 就变造了所有的法界 特别是恶鬼地狱道 当然我们更要观想 变造湖北城 武汉地区 北京地区 上海地区 深圳地区 然后乃至世界各地 每一个地方 所以各位要永远相信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 缩脱黑暗 堪忍的痛苦的世界 我们的能力有限 所以就要依靠了十方诸佛 然后呢 十方诸佛的加持力 就是来自于我们 对他虔诚的信心 乃至所做的这些 像十大运王这样供养 礼拜称赞 供养忏悔随行 然后不断地这样去练习 当然事情 很多事情是不圆满的 在这个世间 那时候因为我们有 对三宝的信心 就像各位都知道说 哎呀我们的亲人快往生了 那我们最大的信心 就依靠了阿弥陀佛的力量 为他念佛 很多人说光念佛就好了 这个一念佛就十方诸佛的力量 当然你会诵经也可以 你会持咒也可以 但最主要 这是要靠了三宝的力量 这个永远要记住 不然你会用尽脑筋 头发都白了 事情也解决不了 因为事情不是你现在看的这个事情 不是的 这个事情有累结的因缘业力 这不是你能够用现在一个 肤浅的想法来解决事情 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信心 当然事情不圆满 我们有忏悔 小孩子不听话 身体有生病 所以同样得到一个传染病 同样这些人进去 那为什么这些人不会得到 这几个人会得到 就这个意思 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公平 我怎么那么倒霉 希望这个事情不要找到我 但是这个业力不可思议 这个业力假设有一千万个人 他就要找到那个人 就是他就会找他而已 就像我小时候每次 老师在找一个来背 我的怕的钥匙一定找我 我早就背好了 他就不找我 后来我学佛才知道 你的念头 不要找我背到我没念 我怎么想 我去啊 这是我的念头 老师你要找我这样 这不是对号入座吗 对不对 那我今天坐在前面 我背好了 赶快找我 我去修理 就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原来这个念头决定一切 那你要用什么念头 你就不能用那种排斥的 对立的念头 你要用爱的 慈悲的 相信的念头 那事情才会改变 我们的力量真的有限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力量 就慈戒 不思 忏悔 但是佛的力量无限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 不然这样怎么办 我那么痛怎么办 你越痛 你越很痛 你越痛 对不对 那时候赶快念 念肚母咒 赶快念 除病痛的咒 赶快发愿 我要去做什么善事 你把那些念头改 你会发觉 就这样就过了 那你 你开悟一次 你就次次都开悟了 各位记住 碰到一个痛苦 碰到一个灾难 就发一个善愿 好不好 不要发一个恶咒 要发一个善愿 所以就算你得癌症了 就算你会死了 你还是要接受这个无常 但是我愿 生生生世世 能够承担众生的癌症病苦 怨我生生世世 这辈子就算死了 我能够做一个除癌的一种 生命勇士去帮助别人 那你把它发现一个怨 死了你都甘愿 对不对 没死 变好了 那这个会让你更有力量 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 还是在用这种佛法 来面对事情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有用自己的想法 所以现在我们要 祈求诸佛菩萨 还是整个法界的诸佛菩萨 我们做大供养 不空模拟 模拟就是宝珠的意思 也可以叫做圆满的智慧 不空就是骗一切 有一个不空法师 对不对 不空就是骗一切除 虽然佛教讲空 但是它展现大慈大悲 所以叫不空 所以遍一切除的 这些智慧宝珠 那是模拟宝珠 然后上供目的下死 把这个光照到 最深的无间地狱 最高的天 那是世间的苦难 你都要关心 我在这边讲一遍 虽然我们佛教讲众生 讲法界 但是你千万不要离开 现实世界的关怀 昨天说法国又争了一粒 紧张了 澳洲也有 这次台湾要多回向 来回向高雄地区 高雄这次有一点紧张了 有一位台商菩萨 不知道自己得病 还跑去跳舞了 但是这个事情就被救出来了 不好意思跟太太说 被罚了三十万 那是因为这样 就会影响 因为那个是封闭的空间 两个钟头 所以就有一点紧张了 这个时候我们都回想 回想这个事情赶快进化 我认为解决事情最好的方法 念一下和平 慈悲 所以我经常观想 这个和平在我心中 心中是一个发光的钻石 就像这个和平是一个银色的也好 金色的也好 但是和平比较偏银色 有这个银色的和平 然后发出光 然后照出每一个人事物 就算对方拿着刀要砍你的时候 刀都会不见 就是这样 所以你也可以学耶稣基督 用红色的红心 你可以学阿弥陀佛 用红色的哈利子 系字 红色 红光 红光明 然后去变造一切 所以我想 这是我们佛教徒 唯一能做的 唯一能做的 去展现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 上供 十方 诸佛 菩萨 诸师 大德 这个光下尸 到最深的 还是最高的 每一个都得到 然后大家都脱离痛苦 脱离痛苦 整个武汉地区呢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台风眼 然后所有瘟疫呢 你要观想 如果按照经典 这个瘟疫是黄色的烟雾 瘟疫 如果是磨呢 是紫色的烟雾 然后你要观想 一个最大的台风眼 然后台风眼 这就是很强力的吸一样 然后所有瘟疫的气 就吸进去 好不好 哪里有瘟疫 高雄 北京 哪里有瘟疫 香港 然后这个台风眼就出来了 而且很强 有点像马桶 然后就全部把它吸进去了 这是真的 我们每次都这样观想 就是说 那个地方有大灾难的时候 然后诸佛菩萨就会变成一个大漩涡 然后就把这些不好的吸进去 那这个马桶就是这个原理 你以为佛经写得跟马桶原理一样 当你把不好的东西排泄物排下去 它就 不见了 那时候你要讲 全部的叶通通消除了 化粪池 还可以把它化成好的东西 不会发臭了 所以各位要这样观想 念的时候 哪里有灾难 这些灾难就融进去了 包括澳洲的大火 然后诸佛菩萨就打开 把火全部往下吸进去 甚至有大水 所有的大水吸进去 所以火上爆发 突而起有火上爆发 然后往生了很多人 对这个都要关怀 地震的问题 死亡的问题 所以我们 当然各位听我这么说 这是我平常的做法 只要念念任何一个咒 那天有个小朋友问我说 师父 欧玛丽佩没有什么意思 我说你注意听 我眼睛灯了 很大 我爱你 就这样 不然你念那么多变 干嘛 我爱你 就是这个对 对对对 对不对 对ctive 不好的 你要又关怀他 这叫 本来要骂人 都变 而且爱的是 所有六个字 借这个机会 我就给解释 六道 六道有做善的 也有做恶的 我们也不能喜欢好人讨厌坏人 因为六道我们都用爱 用一个平等的爱 然后他问我什么叫平等 这个平等就是没有分别 就是没有执着 所以佛教用莲花 莲花代表一种没有分别 不是不要 是什么都可以接受 却不会污染 都可以包容 然后这种爱 这种爱就变成一道光 这种光就像一个宝珠一样 去关怀爱一切众生 我说小朋友你既然问这个 我们就来学一个 我们这一辈子到老到死 我们两个一起发愿 永远不恨别人好不好 因为我们是念 永远不恨别人的人 永远不对立好不好 他说好 不是对你好你才好 对你不好你有好 但是我认为我给他印象很深就好了 给他很深 记住 当他面对这个时候 他就永远不恨别人了 所以我们大家以这样的心态 当然每一个咒语都是这样的心态 但是因为咒语有咒语的各种的方便 佛菩萨的加持力 但是在心态上 还是不离开这个 不为自己的空性 但为众生的大悲 然后呢 希望所有众生得到佛圆满的 悲怨的加持 他的愿力 所以我们大家虔诚的念三遍 各位要观想 所有佛像都放出各种的光 好不好 经凡 然后这个光就 最深的地方 还是有瘟疫的地方 传染病的地方 医院的地方 都把它净化掉 不管它是紫烟 黑烟 黄烟 前面有个白烟 有没有看到 你看不见吗 你怎么看得边 这边 下回给他加个颜色 这是我新买的产品 那边干嘛 只有中间这一支 然后你给他放在水里面水瓶 他就一直冒泡 你要加一个手机的垫也可以 然后他就一直喷 这个叫布施甘露 那平常你可以把这一支就拿起来 放在袋子里面 有长的跟短的 你买的时候他就给你两套 然后你就插着 然后没水 然后就自动断电 还有一个是上面放七彩光 我看七彩光又怕怪怪的 所以这样喷甘露 喷甘露 然后我们就一直念甘露咒 甘露水箭言 希望他不间断的慈悲 好不好 这个叫电动观世音菩萨 然后就这一支而已 这可以拿起来就会很短 也可以两支 他配给你两支 一个头 好像是台币140块 花得来 我跟那个老板 从200坛到140 对不对 我说我是出家人 我免费送 对不对 我没有要买卖 对 好在海盗法师这四个 这蛮管用的 海盗法师 这样 我说因为我要送 因为便宜 我就送很多 人家喜欢自己跟你买 对不对 他卖49块人民币 后来我跟他谈到30块人民币 我没有谈 我怎么好意思撒假 我只能说你就你就你就 随缘一点 他这边算了老半天 我说我第一支 我跟你买400支 400支 等我送完以后 后面可能会有 1000支 2000支 然后呢 然后你就帮你推广 对不对 人家觉得管用 然后他觉得 因为我认为他一直在冒冤 就是一直在慈悲 因为你在家里不适合做烟贡 你就做水贡 还不是一样 如果你吃杯 你再加一个城乡油 加一个食物油 加一个奶油 它有奶油味 所以 所以我去unicolor买了一个小小一个 他们叫香气 对不对 那我就给他放奶油 就有奶味了 不能点 不能点 那我就做这个就好了 我问还是有用 众生就是你有这个杯心 他闻到这个味道 就舒服了 舒服了 然后呢 至少就不间断的慈悲 所以也这样观想 好 念三遍 咱们 我们现在立友一起念一下六支大名作 刚刚我想观想漩涡 把这些温气吸走好吗 温神我们大家努力超度它 对它好 甚至发个言承担它 都没关系 然后这些温气消除 温气消除以后 这些传染就会不见了 各位观想 你看过报纸各大都市 它里有案例的 特别我们台湾高雄也 就把这个气吸掉 不好的气没有了 就剩下好的气 这样最重要 念六支大名作 来 北京地区 武汉湖北地区 深圳各大都市 香港澳门 欧洲美国 想到新加坡台湾高雄 然后呢 这些温气得到一个净化 温神得到功德 得病者 赶快痊愈 往生者得到超度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在看电视啊 直播网路啊 手机啊 那这个光就透过 你的手机网路 然后就出去了 有心 所有的都可以连结在一起 任何一个人可以把阿弥陀佛的佛号 送到哪一个地狱 哪一个地狱里面的众生 就可以脱离三个道 愿往生就可以往生 那到底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把我们 把阿弥陀佛的佛号送到地狱呢 那就靠着我们的悲心 所以各位要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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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悲心 希望我们达到一个无尽大悲 所以你的力量就可以到无尽地狱了 当然什么叫悲心呢 就是你可以承担体悟 这些无尽地狱的苦 悲心是一种承受 而不是说我发起悲心 痛不要给我 所以我想悲心是一种真实的感受 以及接受 甚至承担对方的苦 为了要如此 所以我们要修空性 因为这个苦我们受不了 但是当我有空性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可以安定地承担这个苦 这是佛教最高的目的 无身法忍 所以虽然在这个变化 无常痛苦的状态 这个法 他可以不起心动念地接受 这个叫忍 承担 安忍一切 别人欺负你 你可以安忍 那这个安忍是对你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不能忍 因为我没有空性 我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主观意识 我持 所以你就忍不住 忍不住 你就会起心动念 然后道理都变成非道理 这样 所以 那各位这是一个基本 那为了如此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主动地去承担对方的苦 那你就有种安忍的个性 而且要越来越多次去承担 所以当然我也会 我们也会看报纸 那每次看报纸 我不是去看八卦 那个精彩不精彩 那不管对方好 我们随喜他好 对方不好 我们要承担他的不好 然后呢 就把这个看报纸当作一种修行 一种自他交换 那这样就没有浪费 哪怕你是看电视 电视里面有好好坏坏的人 有快乐跟痛苦的剧情 但是你也不需要排斥他 这个就是佛法存在的目的 佛法存在的目的 针对世间法 如何让他离苦得乐 而不是说我是一个佛教徒 我不看电视的 我不看连戏剧的 我都是随缘 既然人家看我也看 只是我要去转化 不然的话 人家喜欢了我不喜欢 那我也度不了 就我妈妈喜欢看连戏剧 我每次跟我妈妈说 不用准去生命电视台 你继续看就好 你回来不好意思 我回去要怎么 你继续看 那时候我就会按照这个剧情 跟他谈佛法 这样就好 因为世间法都是符合佛法的 但是你要掌握这个 因为看生命电视台 他已经看得都没味了 你干嘛强迫他看 还不如看连戏剧 爱爱恨恨的很有兴趣 然后呢 透过这个来谈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要 佛教里面所谓的智慧的眼睛 不是什么都不看 而是你看到凡所有像的真实像 这样就好了 不要逃避他 佛法不是叫你每天修行 都不会生病 不生病你还修什么 就不用修了 所以就是会有生老病死各种的逆境 然后所以才需要佛法 来超越 来转恨为爱 转恶为善 转执着为空性 转世 世是分别意思 转世为智 那就是你要有这个 只是你怎么去转 你怎么去转 就像我们刚刚说 因为有这些肺炎 所以我们念起来认不认真 欧玛里别美欧玛 关下那个漩涡 把这个黄色的毒气吸走了 对不对 所以让他们静悟了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小药客阿包医生乌汉蒙 交通防疫共同行 驾驶乘客好放心 不管是温江大哥或是乘客 都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才能拥有舒适放心的乘车环境 大家大家要注意哦 第一车内全程佩戴口罩 第二 尽量避免交谈及饮食 第三 可以打开窗户保持通风 第四 非必要不要乱碰触车内其他地方 付款时也可以使用 悠悠卡或行动支付 就不用烦恼你早前时 还会碰触到其他物品 下车后 一定要记得用肥皂洗手 或干洗手消毒 降低感染的风险 搭乘交通工具 防疫不松懈 安心搭乘 做彼此健康的守护者 偷狗贼的连环抱 每年初秋 是小镇上一年一度的狗肉节 狗肉节之前的那半个月 小镇上贩卖狗肉的商店 会大量收购狗 进行宰杀 因此 很多人便被金钱迷住心窍 到四周的村庄 偷狗来卖 真没想到 小都竟然生下了四只小狗 这几天 我们可要多给它补充一下营养 这样 它才会有充足的奶水 来喂养这些小家伙 是啊 而且最近 我们不能再让小都 在村子里乱跑了 为什么 小都很喜欢去村口 那片空地散步 即便生了宝宝 它也还是在每天傍晚 去那里走一圈的 正因为如此 我才说 最近别让它乱跑了嘛 要知道 镇上又要开狗肉节了 最近经常有陌生人 来我们村子里 他们很可能是来偷狗的 如果小都被抓走的话 那可就惨了 嗯 你说的对 去年我们邻居家的狗 就在这时候